受到疫情冲击瑞瑞香复兴村的凤梨正值产季 但是买气始终无法拉抬 农民咬牙自产自销 但是销量还是有限 结果农民沉浸的农会特别向农粮署反应 经过研讨之后 决议针对格外品进行收购加工的机制 减轻农民的负担 高温炎日的天气 凤梨园内的凤梨红熟速度也跟着加快 然而在疫情冲击下 市场产销的速度反倒停止不动 农民不忍一年八个月的辛劳化为乌有 只能自产自销 咬牙度过疫情 陆志向复兴村为花莲唯一的凤梨产区 7月进入盛产期 却碰上了疫情 整个市场产销流动停滞 即便农民自产自销 但是产销还是有限 农民担忧苦恼 农会高度关注 积极向上级单位反应 总管是王胜黄7号会同了农会主管 与农粮署东区分署商讨应应对策 最后顺利达成共识 所以农粮署跟日线农会这边 有启动一个加工的一个计划 那我们目前的收购期限是到7月底 那每一台金是8块钱 换算成公斤的话是每一公斤是2块8 由于复兴村主要生产土凤梨 金钻凤梨以及官赏用凤梨三种 目前宣示的金钻凤梨大厨 农政单位也启动加工机制 针对格外品的凤梨鲜果 预计收购100吨 减轻农民的产销压力 7月份要出的是金钻凤梨 那面积大概在30公顷左右 那绝大部分的农友都可以自行的销售 那我们希望说这个农友可以把品质 比较好的这个果实自行销售 那如果说有需要加工的部分 那也可以跟我们农会来做一个联系 农会重视推广农产分级分价 让好的农产品进入市场 格外品则加工增加农产附加价值 增加农产经济收益 记得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